來來來來來來來 Mate 40 Pro 我們來裝GMS啦 剛貼完玻璃 馬上接著錄 現在時間11月17號 早上6點26 先來看一下手機的版本 11.0.0.120 這是Mate 40 Pro 出廠最低的版本 這次的教學 我想用最快的方式 不再過多的說明跟解釋 會研究的朋友就自己會去研究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只想用最快 以及最簡單的方式來完成GMS的安裝 這次的工具包 1號跟4號有更動 其餘全部都一樣 聯絡人我也不確定能不能同步 直接先把1號裝起來 按左邊的Leave me in 再一直按下一步到出現的Let's go進來 一律允許到主畫面 按左邊的Backup 圖示 它會自動帶我們到調整時間的畫面 關閉時間自動設定 然後把時間改回2019的任何一天 接下來到工具包裡面解壓說我們的備份檔案 一樣確定路徑是沒有錯的 接下來到設定系統以更新 備份以還原 第一次開啟可能會跳出重新設定 或者沒有辦法出現從內部儲存空間還原 這時我們只要重新打開備份以還原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從內部儲存空間還原這個選項 恢復備份完成 桌上就會堆個谷歌服務助手 打開看一下不要做任何動作沒有問題的話 先去把時間改回來 打開時間自動設定 重新打開我們的服務助手 記得按允許跟啟用不用開始下載 回到我們的自動安裝器 接著下面的步驟 按1號的圖標 它會自動幫我們安裝Micro-G 完成安裝後選擇開啟開始登入Google帳號 第一個帳號登入完成 現在來登入第二個帳號 兩個帳號都登入完成 我們來設定使用者看一下是不是有我們的Google帳號 沒有問題以後我們繼續做畫面的步驟 到我們的工具包 直接裝好234號的三個APK 安裝完以後到設定使用者帳戶開啟聯絡人同步 我還是不確定到底能不能同步 當下是沒有聯絡人的 但是隔天聯絡人有出現 回到工具包安裝5號的APK 接下來移出Micro-G 再來工具包安裝6號的APK 6號APK安裝完打開商店看一下 非常好 開始哔哩巴拉的跳警告 繼續走下去 清除所有通知 設定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管理 右上角三個點 顯示系統處理程序 搜尋Go Google Play商店 強制停止 Google服務框架 強制停止 主輪空間 刪除所有資料 Google帳號管理員 強制停止 刪除所有資料 在這個畫面 在這個畫面我們直接 重新啟動 第一次重啟回來 直接安裝6號的APK 安裝完整 一樣到設定裡面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管理 右上角三個點 顯示系統 處理程序 搜尋Go Google Play商店 強制停止 服務框架 強制停止 組裝空間 刪除所有資料 Google帳號管理員 強制停止 刪除所有資料 再來給他第二次的 重新啟動 第二次啟動回來 可以直接到設定裡面 看一下彩色Google 是不是有帳號的大頭貼 還有已經登錄的帳號 商店正在更新 不用理它 等一下把它打開 剛剛錄影的手機錄到熱當 所以有斷片 剛剛下載了這兩個東西 商店已經執行一段時間 也下載了幾個程式 沒有任何的警告 我們再來下載YouTube 試試看 沒有問題 也沒有警告 我們就來做最後一個步驟 OK 清除所有後台 一樣打開設定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管理 形式系統 處理程序 這是找Google Play的服務 儲存空間 管理空間 清除所有資料 然後馬上到我們的工具包 安裝7號的APK 最後一個7號APK 跑得非常的久 好像跑了兩分多鐘 請大家耐心的等候 等這個跑完 一定要記得重新開機 來看一下Google地圖 第一次打開不能定位 是正常的 把定位開啟 後台關掉 第二次打開 就可以正常定位了 至於聯絡人同步 我還是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它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又不可以 實在搞不懂 但是我覺得這問題不大 也需要了自己摸 或者是看我10月份的教學 那邊也有教你 怎麼樣去處理 賄賂聯絡人 今天的教學 如果你是陸版的手機 絕對都沒有問題 但是國際版的 就不得知 甚至可以說 不行 機會很大 還是期待各位的回報 還有請某一些 特定族群的人 發問前先看一下 影片警戒 或者是留言區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有答案 不要什麼事情 都只想當一個 伸手的人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下一次影片是 P40Pro 國際版的 降版教學 各位小夥伴也歡迎到 Bilibili找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